我們這些會讀空氣的人 我們認定了你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騙不過我們的法眼 在團體當中求生存 千萬不能當小白喔 時不時蹦出一兩句白目的話 然後不懂得讀空氣 你真的會死得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哪些星座 是有讀空氣的能力 來來來 趕快醒過來 因為你們如果不打開你們的潛能 空氣也是讀不到的唷 每一個巨蟹座都有一本主管飼養手冊 因為把主管伺候得好好的 你的日子就會很好過呀 不是嗎 所以巨蟹座非常懂得對老闆察言觀色 馬上就知道了 這樣代表你心情好 那我可以加碼進攻 這樣代表你心情不好 那我要不然就來安撫你 要不然就離你遠一點 他們也很能記住人的喜好喔 時隔一年之後 他還記住你喜歡喝什麼飲料 你會不會很感動呢 那更不要說巨蟹座還有第六感 當他們第六感來的時候 這個能力就真的別人學也學不來了 就是一種靈感跟一種直覺 很自然的知道你今天心情好還是不好 再來就是巨蟹要不要的問題了 當一個巨蟹願意 他們是很能夠換位思考的 他會站在你的角度去想 我這樣講他會不開心嗎 當一個巨蟹願意這樣做 通常都能夠講出很得體的話 正因為如此 所以非常多的巨蟹座 是很有長輩員的 我曾經遇過一個巨蟹座 他就是六朝老成 因為每一個董事長在過世的時候 都會拉到他的手說 請你照顧我的第二代 不過說真的 當他們願意配合的時候 是百分之兩百的配合 當他們不願意的時候 也是百分之兩百的配合 也許在你心目當中 有些天秤座滿自我的 也滿有自己的個性的 但是不要忘記了 他們天生就是一杆秤 不是只有一邊 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會考慮兩邊 所以當他發現言論 往那一邊倒的時候 他就會當另外一邊 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支持這一邊 而是他覺得 是不是要把傾斜的狀況再挪回來一點呢 所以為什麼很多天秤座 他們的職業會是法官 或者是從事跟法條相關的工作 因為這真的是他們天生的能力 他們能夠做出最公平的裁決 也可以不帶情緒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真的很愛面子 所以他們會時常觀察周遭人的反應 讓自己不要去採雷 不要使別人來反對他喔 那正因為天秤座是屬於 可以很客觀去評估現狀的一個星座 所以你在他面前是無所遁形的 你不要跟一個天秤座耍心機喔 他完全知道你在幹什麼 不過有一個好處是 天秤座不會拆穿你 因為他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都很清楚 所以何必拆穿呢 行走江湖他們可是一把老手 雙子座在人群當中呢 他最擅長的就是擔任像小蜜蜂一樣的角色 飛來飛去這裡沾一點 那裡聞一下 三兩下功夫 他就把這個局裡面的所有狀況都搞清楚了 複雜人際關係他也分析得很透徹 什麼消息都逃不過他的法眼 重點是他頭腦轉得很快 手腳也很快 是出了名的機靈鬼 所以很多人還沒有反應出現狀的時候 可能雙子座已經掌握了先機 雙子座也會是一個團體當中很好的調和技 該耍飽的時候耍飽 然後該安靜的時候安靜 有他們在的場合 就算團體當中火藥味十足 他們也能夠四兩波千斤的帶過 那我剛剛說到他們是 挖八卦的高手囉 而且他們挖八卦比挖到的情況還要快樂 不要以為我們天天只會給人家看臉色 我們其實也很會看人家臉色的 主要是我們很重視人際關係 我不求有好朋友 但求沒有小人 我們很容易就 聞到空氣當中的不尋常 誰跟誰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一點我們觀察力很敏銳 只要我們願意定睛一看 通常不會逃過天蠍座的法眼 不要說天蠍座有時候搞不清楚狀況 但我們很搞得清楚別人的狀況喔 我們很清楚 你怎麼可以講這句話 你這樣會得罪那個人耶 所以當天蠍座這樣貼心提醒你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聽 因為這真的是我們讀空氣讀來的唷 這麼會讀空氣的我們 這麼懶的我們 是不是讀到了什麼不對勁 然後就會藏在心裡呢 不會 因為天蠍座非常的有正義感 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很多天蠍座會基於義憤 會基於看不下去 然後呢明知不可說 還偏要說 而且用聲量大小剛剛好的聲音 就是要讓你知道我對你看不順眼 這就使你的讀空氣能力 一招就毀於一旦 所以所有的天蠍座還是要學會 怎麼樣紓解你的正義感 這一點可能比你會不會讀空氣還要重要 牛不可貌相 請不要被他們溫吞的外表給騙了 事實上很多金牛座 什麼都看在眼裡 看破但不說破 是他們的一大本領啊 如果他們不想聊一個話題 他們會很自動的 輕輕鬆鬆帶到另外一個話題 他何苦跟你對槓呢 他何苦說這個話我不想聽呢 不用說 帶開你就對了 這樣的他們 你會不會覺得他們是人性觀察大師呢 的確 他們對別人的情緒波動是非常敏感的 他們通常是聚會當中 可以聞到 欸 狀況好像不對的星座 一旦有這個狀況呢 他們就會很擔心 可能是第一個跳出來打原場 或者是趕快置身試壞 當你看到一個牛牛很奇怪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又感應到什麼了 而且我個人認為 他們讀空氣的功力很深厚喔 他們看的不是臉色 他們讀的是人性 之所以能夠看懂那麼多的人性 是因為他夠安靜 一個夠安靜的人 才可以把什麼都看在眼裡 什麼都沈澱在心裡 老師 那雙魚座算會讀空氣嗎 雙魚座不錯 我覺得雙魚座 欸 我們這裡 變動星座只有一個雙子座上榜 因為雙子座它很好奇別人 雙魚座 我覺得它很敏感 所以它會用一種 膜把自己包起來 譬如說它會弄 把自己搞得很忙很忙 它就不用去讀別人了 或者是就算它讀到 它會 就把它掠過 所以它們就算能讀 它們也不見得願意讀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雙魚座是這樣 這是它們的自我保護 尤其是雙魚座 如果它開放自己完全去讀別人的話 它就被淹沒了 所以它不能讀 老師有哪些星座是很能被讀的 我覺得變動星座都很不好讀啊 因為變動星座很會偽裝 你好像讀懂了它 它又趕快打亂你的節奏 好了 這幾個星座都是很會讀空氣的星座唷 其他沒有上榜的 請跟這幾個星座多學學 而你上榜了還很白目的 也請麻煩打開你的潛能好嗎 連你都做不好 那怎麼能夠奢望其他星座做得好呢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